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快步》 今天录节目的日子是2020年3月13日 尿佑在新西兰的易得投降,还有写章Rayman Wong 大家好 在澳洲的镇BC 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在节目开始之前,对听就给个like 可以分享给朋友,最重要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订阅你现在在听的网线编辑部之外 最好订阅《正香部》 浪费冷气,有些愚一蟹,喜欢的朋友可以听 对海鲜敏感的就不要听了 订阅《三宝》,做人老土,人生正香更美好 社长,今天有一件很老土的事发生 就是要炮轮的 就是香港电台 福基电台 就是香港最福基的电台 哈哈哈哈 不是香港人的电台 是香港福基的电台 好了,他说什么呢? 这个题目就写 外交部发言人称 可能是美军将新型冠状病毒带到中国武汉 好了,他就怎么说呢? 就是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写文网站 写交网站啊,大哥 写文 他真的这么写啊,没有写他啊 字都写错 大家自己可以写上他的烂鬼网站看 是啊,文盲当道 只可能是美军将新型冠状病毒带到中国武汉 认为美国欠中国一个解释 要求美国展现透明度公开数据 不过赵立坚没有对他的指控提供任何证据 哇 他是乱大节奏 因为赵立坚的铁文发言 那个次序呢 跟他这样报新闻是完全不一样的 赵立坚为什么会有铁文呢? 就是因为美国的疾控中心 有个类似听证会的事情 就是昨晚的时候做了的 我们这里可能是凌晨的事份 我今早做完节目呢 就听了CNN的重播 就说为什么 喂 喂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知道 有人问责控中心 有些美国人问他 喂,你到底是不是知道 哪些人是新冠死 哪些人是感冒死的 那么责控中心的老板 其实是导致长 叫Robert Redfield 他就说 其实都有可能 会将一些 明明是新冠病毒死的病人 不以为是这个 流感死的 普通流感死 他说有这个可能性 为什么呢? 很公道地说 其实他解释得很清楚 在那个视频里 他最初就说 他的标准的程序 就是如果有人死了 他们就会测试 他们是不是感冒 但是呢 接着有人问他 你是不是个个都会测试呢? 那他就说 不是个个都会测试 是不是感冒 所以是有机会 即是新冠的病人 都会误以为是感冒的 他说有这个可能性 他其实都是很小心的 赵立坚 因应这个说法呢 就说出一个第一个帖 就说 有些美国人可能 就算是新冠病毒死的 都会被误诊为流感死的 有可能 因为最标准的程序呢 就是验一验这个流感 但是呢 都不是100%的人 都会误这个流感的 就是是不是真的流感死 不知道 他是这么说的 所以是有可能 是新冠病毒死 都可能被误诊为流感的 有可能 他说 嗯 其实呢 本来呢 这个答法呢 其实是讲一个事实出来 是没有问题的 嗯 赵立坚他第二个帖 就怎么说呢 他就问 啊 不如曾毕师 你读一读那个原帖 第二个帖 我觉得比较重要 第二个帖 那我看得清楚点 那我看回 看回Tutor DCD was caught on the sport When did the patient's zero begin in USA How many people are infected What are the names of the hospitals And it might be US Army who brought the epidemic to Wuhan and be transparent Make public your data U.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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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那些医院是什么名字 第一件事 就是第一个在哪里 有多少人受感染 第三个就是医院的名字 之后他就说这个病毒 那也有可能 因为他叫MyB 其实是无比重成 就是用一个 可能就是50 50 50 如果用英文的技术上分析 50 50的可能 那就是其实 他也是一个很疑问的东西 就是普通的问词 MyB 可能是美国的军人 带到这种 到武汉都不定的 但是他的 你先说 你先说 不好意思 他就被 transparent 就是叫做 喂 你经常说什么 公开透明 就是把你的资料公开 Make public your data 麻烦你给个解释 就是这样的 香港电台 当然不是 在前面 他也算是译得正确的 但是后面那句 就是最人渣的地方 就是 赵立竞没有证据的 那样 我想补充 我想补充 少少东西 为什么他说 It might be US Army who brought the epidemic to Wuhan 为什么会有 英美国人去了武汉 大家可能 没有留意中国的新闻 可能都不知道 就是去年的时分 就是在武汉 就进行了一次 第七届 世界军人运动会 那世界军人运动会 那世界军人运动会 就好像这个 布林帕运动会 那样的 就是世界各地的军人 就去进行一些竞技比赛 赛事 那美国都有参加的 就是这么多 我只想补充这一点 但是 epidemic 是啊 那其实 他觉得对 那些 epidemic 可能都是 他也是用mine b 是吧 是啊 可能 有机会 是很忠诚的词 一个问词 可能 你说可不可能 是不需要提证据的 因为他们那群人 7831 731 说有死人 香港电台照样子的报 都是可能死人 实际上没有死人的 大家都知道 他也是乱参加 香港电台是为什么这么无耻的呢 就是 我认为他最无耻的部分 就是他根本就是没有将 赵立坚的完整 贴文说出来 因为他是有解释的 为什么 因为疾控中心的数据好像不清不错 还有你们那个流感大流行 喂 真的可能 因为疾控中心承认了 因为有人可能真的是新冠病毒死 但是 当成流感 但是没有厌度 而且或者可能会被当成流感 是 不说得清清楚楚 喂 这个是 这个提问 就是赵立坚之后 讲的提问 他有几个问题 一个 喂 什么时候是零号病人 有多少个人 染了新冠病毒 跟着 医院的病 医院的病 就是三个问题 都是合理的 这三个问题 完全不说 跟着就说 就抽了 赵立坚说 喂 可能是美国 陆军把这个病毒 带去武汉的 他这样说 其实 我认为没有问题 没问题 真的没问题 真的没问题 可能 might be 如果用英文 而香港电台 就是讲到 这件事是有问题 因为他就是 我们用普通话来说 就是什么 假大食货 就是最后面那句 是最杀实的 最后两句 他的意思就是 这个赵立坚 根本没有做 没有举行 含血噴人的意思 其实就是 香港电台就是想制造到 这样的舆论 所以 今次我们说过 这个榮总 他说 没问题 不是政论节目 那我就当你这个 太后 不是政论节目 那你一条 叫做 这么官方的新闻 你居然夹大这些私货 就是你自己 陰陰一点 好像在导向的人 根本是大片的接线 就是让人们看到 原来是的 原来他没有政武具 含血噴人的 这样 他是肆意扭曲 外交部发言人的推特 是离谱到这样 就是一个官营电台 官方电台 香港电台 官方电台 搞到这样 喂 你说一国两制而已 外交不是归你管的 就是你可以这样随便 不是归你管 就可以随意扭曲 内地的了吗 好像不行的 是吧 所以我看到这条新闻 我很愤怒 就是 明明你说 整个事实都说出来 是吧 我们都说过 不奢求你辩护 因为我都知道 你们这些都是腹肌的 喂 但是 报些不报些 其实跟苹果一样 就是 报三成 之后最后就夹带一句自己的 叫做 众商的评论下去 你叫做中立吗 他们说 什么 我们都做过一节 就是说 他们有守质的 你保持这个 他们说嘛 新闻要中立的嘛 有没有啊 没有啊 你这句评论就很不中立 根本赵立坚就没有 从来 他整个twitter 两条twitter 都没有说过 完全是没有说过 要什么的 就是好像逼别人说 啊 你一定是 你一定是 就是好像push 人家去 叫做什么 就是好像 就是他现在制造到 赵立坚的形象 就是不讲理由的 就是 是啊 是啊 赵立坚在twitter的贴文 他其实就是要求 要求美国解释 要他希望美国更加透明啊 be transparent啊 啊 你现在就是 这个香港电台啦 就 掌握一棍 最后落赵立坚 在最后 就是不过咯 我也经常说黎明的首歌 最终就是那些黄梅经常用的 说他未必不过 是吧 又是黎明首歌啦 是吧 就是他不过 赵立坚未有对他的指控 提供任何证据 提出一个疑问 怎样要证据啊 就是连提一个疑问 也要拿证据出来 这样啊 就是我问你而已 我就是 我想问 早前 钟南山院士就说 这个病源不一定来自武汉 那美国有官方那么紧张 就说 哎呀 钟南山污衊我们啊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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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说我们散布病毒啊 那 你又又问一下 为什么美国 为什么香港电台 不会写 美国没有对他的指控 提供任何证据呢 其实呢 其实呢 那个香港电台那个报导呢 其实他下面还有一段 不如我们读一下他吧 就是他其实要塑造到一个形象呢 就是 我觉得啊 就是塑造到一个形象 就是中国外交部呢 就是乱参与说的 是 是万不讲理的 是万不讲理的 是 是塑造一个形象 是没错 他这么说的 因为之前呢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奥布莱恩 早前指控中方着身型肺炎 疫情爆发初期 掩蓋疫情透明度不足 令世界延迟了两个月去准备应对 其实呢 其实呢 这一句 这几句说话呢 其实跟赵立坚说话 是一些关系都没有的 就是所以 香港电台他黑衣的地方呢 就是 不断 道向 人去质疑 是啊 我认为了 质疑国家的做法 很多时候 喂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他 他说的东西 赵立坚说的东西 我都不100%同意的 因为他这个 就是个人呢 好像战狼一样 当然 就是内地人会觉得很兴奋 但是我自己就觉得 喂 有些事情好像 你这样说好像 不是很对哦 就是我自己觉得 但是 在这件事情上面 赵立坚说的东西 是完全正确的 100%正确的 他没有说错的 而且很忠诚 是 绝对是 所以 整件事情 又是一个 香港电台的错 我认为是 是 所以大家要多点留意一下 香港电台 他们因为始终都是 他们知道自己是公益 机构 他们不能够 像《苹果日报》那样 作得很夸张 但是他们这种方法 就在字旅行间底下 甚思放 甚思放 是 甚思放 而且他说的那句 透明到不足 赵立坚 都是叫美国透明一点 就是 他其实 这种方法来说 是 帮回美国辩护 看上去就是这样 是啊 还有赵立坚没说错 因为今早彭斯 也是接受CNN的访问 因为你要去到美国疾控中心的网站 你看到的数据就是 他在3月5日的时候 他就做了大概 如果加上 疾控中心和另外一些 Local lab 他叫做 加上 如果没有记错 他就做了近千个的测试 但是 自从那一天开始 那些测试的 就是这个 新冠肺炎测试 测试了的数量 是不断下跌的 直到昨天 就是CDC 他们做过的测试 是零钟 不做了 不是不做 其实有做 但是根本现在美国 连副总统都不知道做了多少单 数据完全不清不错 就是彭斯在不断的 喂 你美国的数据 说个零字出来 可能很透明 但是完全肯定是错的 那你是不是应该公开数据先 正常来说 是不是应该公开数据 喂 赵立坚说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 喂 透明度不足 中国好像我记得 一开始封了武汉 那些透明度就离了 全部数据都可以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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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跟踪的 我们还天天跟踪报道 跟着APP来说 是吧 跟着微信之负 哈哈 喂 为什么美国人现在他这样 就是 可以乱插地报些数字 你们照单传收啊 香港电台 啊 赵立坚没有对他的指控提供任何证据 喂 喂 你自己去看看人家美国有没有真的透明 有没有透明先 有没有公开数据先 CNN都做了出来 CNN直接是访问彭斯的 彭斯的混蛋 还要插个美国旗在他的心口里 因为 因为 做事不行 爱国搭救 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是的 哈哈哈哈 我都不怕说 香港电台 喂 做事又不行 又不爱国 又不爱国 哈哈哈哈 是不是应该立刻 立刻 撞了他 立刻撞了他 哈哈 越说越愤怒 真的 这样导向都行的 写些新闻 这样导向都行的 离了大谱 好了 整件事又是为美国贴金 向中国潑市 对啊 这句说得对 他们真的 根本 不是 还有一件事做证 就是 连灯仔都说 哎呀我们要听就听香港电台 哇 连灯都捧你的事 你知道他 他做的事是多么不堪 哈哈 不错 一班不堪的人 聚集在连灯 连灯 竟然会支持 叫人听香港电台的 是啊 就是不堪 之中的不堪 就是 连灯连方向编辑部都攻击的 就是 就是捧 捧你咯 是吧 就是我觉得很搞笑 就是连我们都 都受到不断攻击的 捧一个 啊 十九电台 哎 捧你那家香港电台 簡直是愚蠢的 江苏省啊 这么大的省 昨天啊 全部清零啊 这个疫情 新增零 死亡是零 死亡是零 杨州又是连运港又是 全部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说什么啊 香港电台 扮了什么 不要以为自己 有个香港两个字 就高高在上 才行的啊 内地做很多东西做得比香港呢 现在 是吧 是 起码传媒人 全媒人负责任过香港的很多 就是全媒人已经很久说了 就是 已经是 已经是差太远的 香港的全媒人 有一份毒果 以前毒果我都正常 就是觉得他北口都是 都是黑中国的 一向都是这样 喂 你现在是港台啊 你拿哪里的俸禄啊 大佬 是吧 总之 就是 我看到 这个香港电台 真的非常愤怒 越讲越热 头都发发声 那头也是 哎呀 真是 离了大谱 就是 你看看 广东那些 最近 新增确诊 又是零 又不说这些 是不是 累计确诊那些 现在剩下 其实实际上 就不够一百宗 还在医治的 很快清零的啦 其实 不说这些 我已经看到 其实有 就是 是不是 雷神山和火神山 都已经是 好像已经是关闭了 全部方仓医院都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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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历史性任务是完毕了 历史性任务完毕了 看到他们 完全不说 完全没说 香港电台根本就是偏颇报道 还要不断向中国内地 还要不断向中国内地迫使 最老美 真的 一个这样的电台 收拾了 就是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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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